十二生肖当中,生肖龙的身上总是有一个亡者之气,他的头脑聪明,有着满腔的热血,在工作上更是满怀干劲,热情积极,但是面对感情的时候,还是需要鼓足勇气的,我们可以通过生肖的运势,来查看他们之后生活遇到什么样的难题,感情经历如何。 2023年太岁与龙向害,属龙人的2023年运势并不理想,容易产生经济压力,支出费用可能会更高,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违规或者犯错而赔钱。 在职业生涯中,2023年的机会很少,贵人也不给力。 同时,容易受到严格约束,容易犯错误,与领导和老板的关系也不理想。 请注意,今年应注意肌肉组织损伤,肠胃不适,皮肤病变等,有时也可能导致身体冲突和伤害。 属龙人2023年运势急运响解。 2023年鬼卯年,岁甘为属龙的正财星,这个是合理合法的收益,来得慢的钱财。 所以,属龙人的财运主要就是合法合理的收入,很难有什么横财。 而太岁为正观星,代表的是属龙人遵守社会规则,不抵触法律的话,则不会有太大的事。 也主导需要遵守规则,否则,这个正财得到的并不是很容易。 属龙人2023年运势凶运响解。 2023鬼卯年太岁为属龙的正观星,淡和生肖龙引发了犯害,受到太岁的克制,同时带了并服凶性。 2023年属龙人压力不小,容易有经济压力,甚至可能会引发经济纠纷,并且身体健康可能会下滑,招惹病灾。 有时也因为生病而需要治病,所以花费了不少的钱财。 注意,这个年份贪财的话,则可能会引发凶祸,因为财去生了太岁,太岁克制,属龙人会更厉害。 属龙人2023年财运运势 属龙人2023年财运方面,岁干透出了正财,诞生了太岁卯木,且太岁卯木和属龙构成了卯尘相害。 则2023年那就不宜风险投资,不宜追求偏财和横财,只适合老实地去获取合理合法的收益,否则很容易引发损失,或是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,甚至是伤害或是造成经济纠纷。 对于上班族的属龙人来说,2023年财运平淡,没有什么偏财机遇,并且不宜违规,不要贸然投资,否则会引发损失。 对于从商的属龙人来说,2023年不宜扩大风险,尤其是官方项目,木材园林类的尽量回避,只适合参与本业范围内的业务,不要想着一夜暴富,否则很可能会一夜赔光。 属龙人2023年事业官运方面,因生萧龙逢太岁引发了卯尘相害,为正观兴来克我。 则主导和领导上司,关系一般,甚至不够友好,至少对方没觉得友好,一不小心就会收拾你,给你造成不小的压力和被动。 对于上班的属龙人来说,2023年事业上机遇较少,并且还不宜得罪领导上司,尽量多去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好,否则难有什么出路,甚至还有可能会造成失业。 对于从商的属龙人来说,2023年事业上机遇较为糟糕,容易给你的事业带来压力和危害,容易出力不讨好。 属龙的人2023年逢太岁卯木,为生萧龙的正观兴,岁干为正财兴,均为生萧龙的异性兴。 则男女均会有一定的异性缘,但太岁不是桃花,且生萧龙和太岁还构成了卯尘亥。 从这个角度来说,可能男士舍得花钱的话也会在感情上有所收获,但肯定花得多,甚至形成经济压力。 而女性的话,则也容易因为异性给自己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,可能在异性身上花钱或是参与投资。 对于单身的属龙人来说,2023年男生在感情上虽然会有一些机遇,但前提是要用钱去砸,而女生的话也可能会招惹不小的破费。 否则,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理论上都不容易遇到适合的对象,感情上有所突破也容易是一个过客。 对于非单身状态或是已婚的属龙人来说,2023年太岁不为其桃花,但有机会和异性认识。 只是如果你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的想法的话,则容易付出不小的代价,甚至会给你造成巨大的伤害。 所以,好好去守护你的家庭,不宜乱想。 属龙人2023年健康运势不为理想,太岁和生肖龙构成了卯尘骇,卫木刻土,并且太岁带了凶星病符。 则容易引发皮肤病,肠胃方面的不适,或是形成不小的精神压力,导致身体健康下滑。 对于属龙的小朋友来说,2023年不宜和猫兔玩耍,不宜到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玩耍,上街请遵守交通规则,否则很容易形成伤害。 对于属龙的老年人来说,2023年不宜和人引发肢体冲突,不要招惹执法部门,不要经常去野外山林,否则身体健康容易出问题,或是直接引发伤害。 不同年份属龙的人2023年运势及运程,1952年仁臣年生人,2023年逢天干正财鬼水和穗干鬼水同望,而太岁则和生骁龙。 两者构成了卯尘相害,为太岁克制生骁龙。 2023年,属龙人在财运上虽然有一些正财运,但是所得不多,并且日常开销并不少,甚至会有一定的经济压力。 其次,则是不宜参与什么投资理财,否则很可能会有去无回。 其次,则是要提防肠胃功能下滑,不宜登攀高处,避免引发不可预知的伤害。 1964年甲臣龙年生人天生地克今年天干甲木偏观受碎干鬼水偏财相生,而太岁则和生骁龙,两者构成了卯尘相害,为太岁克制生骁龙。 2023年的属龙人财运多为正财,并且日常开销较多,容易有经济压力,也主导日常需要遵守社会规则,否则很可能给自己带来被动。 其次,可能会给管理部分或是领导上司盯上,不宜犯错,否则容易带来不小的压力。 另外,则是需要注意身体健康,不要和人引发肢体冲突,不要到草木多的地方为好,同时日常多注意饮食规律,维护好自己的肠胃。 1976年丙辰龙年生人天克地克,天干丙火,受碎干鬼水相克,构成了财克印,而太岁则和生肖龙,两者构成了卯尘相害,为太岁克制生肖龙。 1976年属龙人在2023年可能事业上容易面对一定的阻力或是外力的阻挠,证书上一出问题,有时是自己的相关证书不被认可,或是需要学习而产生破费。 另外,日常开销也不少,亦有经济压力。 同时,需要和领导上司维护好关系,不要轻易犯错,否则容易给自己带来不小的压力和被动。 当然,肯定不能招惹是非,不要和人动手,避免引发伤害。 1988年雾尘龙年生人天和地克,天干雾土,比奸和克了碎干鬼水正财,而太岁则和生肖龙,两者构成了卯尘相害,为太岁克制生肖龙。 1988年雾龙人2023年在财运上会有一些机遇,会有财主动来找你,比如有项目主动找你,但是需要遵守规则,不要和法律产生抵触,否则很可能会受到制裁或是带来不小的被动和压力。 其次,则是要注意肠胃方面的保养,也要提防肝胆方面的毛病,日常不宜,经常到草木多的环境为好。 其次,不宜参与风险投资,不要去追求高回报,否则很难有回报,还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。 2000年耕尘龙年生人天生地克天干耕金时辰兴生了岁干鬼水正财星,而太岁则和生肖龙,两者构成了卯尘相害,为太岁克制生肖龙。 00年属龙人2023年正财上会有一些机遇,可以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有收获,但不可产生贪念,不宜参与风险投资,不宜去追求高回报,否则容易形成不小的经济压力,容易被套被坑。 其次,年轻的属龙人需要维护好日常的人际关系,不要和领导上司产生对抗,否则容易被修理,或是找你的毛病收拾你。 对于求学阶段的属龙人来说,今年学业上动力不足,不太利于考学。 而年轻的属龙人今年桃花运也不为理想,感情上亦有负担和压力。 2012年仁臣龙年生人天比地克天干人水片财星和碎干鬼水正财星同望,而太岁则和生肖龙,两者构成了卯尘相害,为太岁克制生肖龙。 属龙的小朋友在2023年学习上压力不小,不容易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,暂时陷入迷茫。 同时,亦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,可能对购置物品相对感兴趣,喜欢乱买,容易给自身带来经济压力。 其次,小朋友不宜和小伙伴产生肢体冲突,否则是很容易引发肢体伤害的。 当然,家长的引导很重要,并要让小朋友有节律的饮食为好,避免肠胃带来负担。 以上是2023年鼠龙生肖的整体运势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鼠龙生肖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。